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航电科技 华侨存五粮业 涵盖了汽车 地产 科技 食品营料等等诸多行业 而且都是全中股 虽然呢 他们这个下跌幅度啊 基本上都是也就三两个点 但是块头都在这个地方呢 就引得大盘的是再次下错 那么有什么样的利空消息吗 所谓利空 比如像金融股下跌 说是因为国务院发布了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升华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 其中呢 就涉及到了一些地方融资平台重整和清算条款 这个对于持有地方债比较多的金融机构来讲的话 确实算是一个利空啊 而大洋彼岸的美国呢 因为三月的PPI和CPI数据都是超过的预期 比较高 所以美联储呢 有出来放风 好像有要缩减QE的意思 说实在话 金融股本来它的这个估值就不高 就算是政策方面有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有风险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利空 我想也不至于全面调整 至于美联储啊 有缩减QE的预期 这个本来就是喊了N9的狼来了的故事嘛 不至于对于A股一种白马蓝筹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白马蓝筹这么长时间调整的还不够吗 一千道来看啊 这些啊 就是基金在利用所谓的利空 在刻意的打压股价 然后呢 在第一位吸收 四月份已经过去一半了 也到了联傍以及一季报的最后的节点了 不管下面再出现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财报雷区也即将到了尾声了 但是说实在话 大盘呢 现在已经到了现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节骨眼上 人气本来就是要重聚的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基金的吃相还是这么难看 那么请问 以后谁还敢去买基金重仓股啊 现在呢 没有基金入租的股票反而成了避风港 我想这不是广大股民的悲哀 而是某些机构的悲哀 接下来的半个月 我想各股出现闪崩的状况 估计呢 还会是有发生 但是呢 空头新风作浪的日子 已经不多了 其实不管是白马股还是一般标的 目前呢 都已经调得的比较充分了 虽然现在量能还没有能够有效放大 指数呢 也存在反复的可能性 但是趋势反弹可能正在悄悄的酝酿 所以这个时候啊 比的呢就是一个耐心了 拼的就是一个眼力战 所谓真金不怕火炼嘛 谁在这个时候能够挺得住 谁就有可能在下一步行情当中抓住机会 所以啊 没有必要啊 被一些基金阻力的 对这些白马股的杂盘绕进去 那么明天就是一季度GDP公布的时间了 今年的一季度GDP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大幅预算嘛 可能还是史上最亮丽的GDP数据 所以呢 变盘可能即将就要到来了 周五 明天就看谁能够抢得优质的赛道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明天接着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